民進黨主張我們排除宗教團體的適用 那我們也很謝謝包括國民黨 還有包括親民黨共同連署的這個 所以我們排除宗教團體的適用 回歸民法跟其他法律的適用 所以國民黨為尊重宗教自由 所以國民黨堅持 不納入這一次的財團法人法的規範範圍 大家都認同 大家也都相信 宗教勸輪為善 每一個國民都應該享有宗教的自由 但問題是 宗教勸輪為善 每一個人應該享有宗教的自由 這件事情 跟要求宗教財團法人 跟其他的財團法人一樣 都併入財團法人法的規範 必須要遵循最基本的財團法人運作的規則 財務公開透明的管制 這一點到底跟宗教自由何干 到底跟宗教與人為善何干 台灣的宗教財團法人 我相信需要被管制 這已經是大家都有的共識 我們要求宗教財團法人